话不多说先看视频 看完之后您什么感觉 您觉得这个男的是不是活够了 是不是找死 你暴力踹开的不是电梯门 而是电梯井 你一步跨越的不是电梯 而是生命 这男的坠王就摔死了 结果男的家属向物业索赔200万 我觉得似乎是要反了 应该是物业向死者家属索赔200万才对 严格说这个楼死人了 尤其是电梯井死人是非常不吉利的 但凡知道的都不会买这个房子 甚至买了都会卖了换地居住 估计不少人说这叫迷信 但是我问你 一楼的张大爷 死家里十多天以后被发现拉走的 第二天他家要卖房 你买吗 你为啥不买 你不是不迷信吗 实际上这个和迷信不迷信无关 这个不是迷信不迷信的事 而是觉得晦气 因为我们可选的地儿有的是 干嘛要住在一个自己觉得晦气的地儿 因此说这个楼盘的这栋楼 其实这个男的跌落死亡 对于这栋楼而言其损失可能远超200万 你以后要卖楼 人说那地儿在哪啊 那位说就是那个一男的掉电梯井摔死的那个楼 你说还有人买吗 因此说我认为物业应该索赔死者家属200万 甚至更多钱作为补偿才对 而不是死者家属向物业索赔 而且我的认知啊 家属向物业索赔200万 我认为这属于敲敲啰啰 应该刑拘家属 真的 我很不理解今天的中国人 我看了不少网民说 电梯井门口没有张贴告示 物业就有责任 张贴了告示 物业就没有责任 而且诸多这样的认知 我真的很无语 那个大街上要是张贴过马路 你看准了 注意撞死 天一这个 难道被撞死就白死了吗 我不觉得这个和告示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自作孽不可活 掉电梯井摔死这个人就对了 这就是他的宿命 他就应该这么死 OK就到这 我是肥主脉家老李 咱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